中国第一大河 它发源于青藏高原 流经西北西南山川 穿越华中平原 绕到华东 浩浩荡荡奔泻一万二千余华里 而后注入东海 自古以来 长江以它自己的乳汁 富裕了中华民族 润泽了大江南北美丽富饶的土地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 勤劳的中国人民 在长江上架起了一座座桥梁 沟通了南北交通 毛泽东主席曾挥笔写下了 一桥飞驾南北 天见变通途的壮丽诗篇 浩瀚长江水 威威皇鹤楼 武汉三镇是长江流域的一个重镇 也是南北交通的枢纽 著名的工业城市和旅游圣地 以盛产武昌鱼著称 这里平台楼屑 湖水涟漪 青州漫歌 风景宜人 雄伟壮丽的武汉长江大桥 就坐落在这座美丽城市的 蛇山归山之间 武汉长江大桥 是在万里长江上建起的 第一座现代化大型钢结构 铁路公路两用桥 全长1670.6米 正桥尾米字形钢横梁 采用大型管住基础 上层公路桥宽18米 下层为双线铁路桥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的第六年 即1955年9月1日动工 1957年9月25日建长通车 从此开创了大江南北交通运输的新局面 由武汉向西沿江而上 这里河道宽阔 水流平缓 长江两岸的中国人民 不仅利用长江充足的水域 浇灌万寝良田 发展水上交通运输 也在大搞水力发电事业 看这就是文明世界的长江第一大坝 葛州坝 山长重庆 是长江和嘉陵江的会合处 也是著名的武都 宏伟秀丽的人民大礼堂和凌空而起的空中所到 把浓雾笼罩下的山城点缀得更加美丽 横跨长江的白沙陀铁路桥就修建在这座山城的郊区 优优独秀丽 当人们踏上历史古城南京的土地 有谁不想去瞻仰一下庄严肃穆的珠山林 或者去欣赏一下那绚丽多彩的羽花石 然而人们更加关注的 就是在长江下游建起的第三座铁路公路两用桥 南京长江大桥 前长六千七百七十二米 比武汉长江大桥长四倍 正桥部分也为双层刚横梁 上层为四车道十五米宽的公路桥面 两侧是二点二五米宽的人行道 下层为双线铁路桥 南北两岸铁路引桥为一百五十三孔 公路引桥两端还设有二十二孔 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双旗拱桥 与在此以前长江上修建的任何铁路桥相比 更有其独特的风采 在长江上修建的第四座桥梁 是枝长铁路公路两用桥 这座桥梁建筑造型别具一格 铁路与公路并列而行 全长一千七百四十四点八米 枝长长江大桥的建成 把交织枝柳两条铁路连接起来 有力地促进了西南资源的开发 庐山 庐山 位于长江中游 这里秦峰凸起 树木葱郁 山泉叠碎 怪石临行 是如爆竹的瀑布盖山压顶倾泻而下 时尔蓝天如洗 时尔云涛滚滚 这变化莫测的云海 以无穷的魅力 启发着人们不尽的遐想 九江长江大桥 就坐落在这风景秀丽的庐山脚下 您看 这里的江面该有多么宽阔 施工的船只往来于江面上 巨大的钢膜 悬空而起 吊庄工正在起吊 钢筋工忙着绑扎钢筋 潜水员已经潜入江底 从事于水下旱街 一座座桥墩露出了江面 整个大桥的基础工程即将完工 大桥造型美观 潜长为7675.4米 大家在屏幕上看到的 就是九江大桥建成后的雄姿 风墙洞 龟蛇静 起虹土 一桥飞驾南北 天欠变通土 浩瀚长江水 造福于中国人民 在万里长江上 建起的一座座彩虹般的桥梁 使大江南北交通运输畅通无阻 加快了中国的经济建设步伐 让我们共同祝愿 伟大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犹如这浩荡东去的江水 奔向更加壮阔的前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